金石财经 电视成金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为了抗衡中国的5G发展 美国参议院提议资助那些发展5G的美国企业 同时美国也强力施压五眼联盟 让英国方面拒用华为 但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说 那些反对的人士应该要提出替代方案 在各省进行人大会议的时候 我们看到2020年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上海说要全力实施三大任务 一大平台 广东说要力促大阪区 以高铁连通长三角和西南腹地 请来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剖析 中美签经贸协议跟特朗普连任之路 还有特朗普连任的路上 全球政治经济将如何波动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 这个协议的签署跟特朗普连任之路的关系 还有特朗普连任之路上面 全球的政治经济金融市场 又会起什么样的波动 现场请来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报分析 Andy你好 中美很快就要签署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了 我们在这个协议当中 美方之前已经透露说的 会展开一个经济对话 这个经济对话是重新回到了奥巴马时代 跟中国展开没半年一度的经济对话 两年前特朗普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以这个贸易问题展开跟中国的战斗格 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您认为中美经贸协议的签署在这个特朗普的连任的路上面 这个中美双方这样的交手究竟获得了什么或失去了什么 有哪些是新的获得认知 我觉得就是对特朗普来说 今年的话是大选年 他要联论的话 他需要那个中美贸易上有稳定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他为什么要签署这样一个一阶段的一个协议 至于说这个对话也是就是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场过去不一样 现在的话过去的话还是相互信任为主的 现在我觉得是相互怀疑的话还是占上风 所以碰到问题的话 就是可能是冲突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的这样一个现象 现在大家是怀疑占上风 那么在未来十个月 也就是特朗普在11月 从现在开始一直迈向连任之路的这个未来的十个月当中 您认为中美贸易协议当中对它会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他肯定要争取很多的支持 除了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之外 他还希望要求是在第二阶段 你觉得这之间 特朗普希望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对中国的压力 可能会出现是什么样的压力 第一就是他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他是不敢对这个协议的话受坏话的 因为受坏话的一个是自我否定 所以这个一到11月大选之前 11月份大选之前的话 很可能的就是会出现一个这样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环境 你是说中美关系的相对的新闻 对 他会老是说好话 就是说就是这个协议有多伟大 是吧 很快就又中国来买很多东西 所以美国的农民的话会受大大的受益等等之类的 他会说这种话的 至于他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话 就是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议带来的是一个 一个比较短期的话是有个稳定 至于说是不是能够稳定 能够超过超越就是大选 这个11月份大选就很难说了 因为美国已经说了就是降税的话 关税去除关税的话 是要等那个二阶段的那个协议的话 达成才可以的 那二阶段的协议的话达成的话 是遥遥无际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关税的话继续存在 这个对企业来说的话 可能企业的话跟股市的话是不一样的 企业做的是长期的投资 他看到了这个关税继续存在的话 所以他们心头的疑惑的话是得不到解决的 所以他们在实际的投资的决策上面的话 是还是会变得比较谨慎的 可以这么讲就是在未来十个月 特朗普还是不断的在讲 甚至是夸夸其谈 他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就是 中国现在就保持这样的状态 就是反正就是向前走 中美关系能够尽量维持就维持下去 但我们要是看在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上面 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他为了维持他的连任 他已经有很多的手段要使出来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在美国现在 民主党方面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挑战特朗普的连任之路 比如说现在有桑德斯有沃伦布伦伯格说 他要花更多的钱都要把特朗普拉下来 有没有民主党人可以对抗特朗普 现在民主党我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民主党的这个政治立场的话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他对那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一直是采取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一个反应 甚至就是以同情来看这个问题 这是跟美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所以在移民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移民这个问题上面比贸易还重要 所以就是本来是一个执法的问题 这个非法移民本来是违法的 是个执法问题 但是民主党在这个上面的话 因为为了争取那个拉美级选民的选票 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 一直没有一个靠得住一个立场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要竞争的话是很困难的 就在美国现在内部竞争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以前拉的是通俄门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对特朗普是一样 接下来是通俄门 但是通俄门展上的这个弹劾也在压力当中 你觉得从通俄门产生不了效果 通俄门有一个弹劾 是不是最后对特朗普来说 可能最后都是无疾而终 即便是有同俄的弹劾的压力出来了 对选民的心态没有什么影响 你看这个选民的民意调查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跟那16年的话差不多 所以呢就是选举的结果是 民主党还是选的得到的票比特朗普要多 但是问题在关键的几个州 就是中西部的四个州的话 就是特朗普可能会赢 赢了的话 他就是会胜出这个大选 所以这个共和民主党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得不到那个中西部的选民的支持的话 他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凯恩子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的连任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对手 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是 特朗普的连任之路上面 还有哪些因素是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前进的路途的 主要是战争 就是如果跟伊朗真的打起来的话 他的支持社会会动摇的 这个是原则问题 一个是要把非法移民挡住是个原则问题 第二个是美国不要再去打仗 这也是个原则问题 第三个是在贸易上面的话 是那个要采取保护主义 不能说是完全自由贸易 让美国的工厂全关门 这是三大问题 所以这个他现在是两个问题的话 他是都是表现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现在的失业力的话 是历史的低点 所以呢 所以他的承诺的话 就基本就是达到的 但是如果跟伊朗开战的话 那是会动摇那个支持的 他的支持他的选民的根基的 所以这个对伊朗这件事情上面 是不能开战的 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之间的情势 特朗普最后还是忍住了 没有再进一步的有军事的手段 但是还不断地用各种方法 虽然他们内阁成员里面 其实对于伊朗为什么要击杀 这个苏兰曼尼说法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内部的情势 是内部起来反自己的政府 而不是反美国 伊朗的情势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对伊朗的问题是对外的话是相对成功 对内的话是不成功 所以这样一个体制的话 也是有脆弱的一面 它对外的话是非常成功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通过在发展地区性的一些民兵 跟伊朗就是有共同信仰的一些民兵 它的影响现在变得非常大 然后让美国非常难受 在伊拉克的失败 主要是因为伊朗的干预引起来的 然后在叙利亚的就是失败 也是伊朗干预引起来的 所以外交是很成功 但内部的话经济的话一直不好 就是那个年轻 因为它的出生率的话 过去一直是比较高 在那个80年代战后的话出生率很高 现在那么多年轻人的话 是在就业的时代 所以这个经济不好的话 是带来不稳定 年轻人没有工作 就是这个体制的话 是对这个体制很大的一个威胁 如果这样看起来 您认为特朗普在连任注入上 如果真的发动战争 它就会产生很大的连任危机 而伊朗方面现在面对经济制裁 自己内部也产生很大的压力 这两个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爆发战争 即便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打 伊朗有没有可能发生一种 对外的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就是只要特朗普冷的话 这个战争就不会出现 因为这是这个伊朗就是炸美国军事基地的话 他们也没有死人 据说是美国事先之道的 所以这个报复的话 是不是一种形式 形式主义还是真正的说要报复 也说不清楚 我觉得是伊朗的政府也不想是 正面的跟美国交锋 它成功的是撤面的跟美国斗 通过那个地方的一些民兵的势力 来跟美国斗 而不是正面的跟美国打 所以这个它我觉得它不太可能 就是放弃成功的策略 走向一个新的策略的话 带来更大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伊朗跟美国开战 今年开战的可能性非常小 非常小 特朗普忍住了伊朗跟美国就不可能开战 但是在整个中东局势 可能不会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之下 欧洲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怎么样 因为欧洲的问题有些少跟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这个部分就是它现在在 跟欧洲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在油气管道这个部分 而油气管道对德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您怎么看俄罗斯在欧洲的油气管道的布局 现在美国方面可以怎么样来应对施压 或者是说美国是不是拿俄罗斯无可奈何 我觉得美国没什么招 除非它制裁德国的汽车行业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德国是在美国造汽车的 它就是从德国本身进口的汽油 但是主要是在美国造的 所以美国首领的牌不是很多 对德国来说的话 因为乌克兰跟美国的 跟俄罗斯的这种矛盾 如果俄罗斯要切断这个管道 对通过乌克兰的管道 那对德国的经济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从德国的利益上来说 它也不愿意卷入这种争折 所以这个管道直接的话 到德国 对德国的经济来说也是一个稳定的因素 所以德国的话 这些国家的话 它主要是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利益 它并不是考虑欧洲的利益 或者西方整体的利益 所以这个德国本身 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一个国家 它也不是美国信任的国家 美国的就是在世界上的五只眼 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也不是 德国也不在里面 所以德国这些国家的话 是自己在寻找自己出入的 这样一个国家 好 那这很重要 就讲到在欧盟方面 欧盟 德国跟法国是最重要的 现在德国有自己的利益的考量 要维持自己国家的发展的前景 走自己的路 欧盟新任的领导班子也是这样的 欧洲自主权是他们自己所强调的 所以欧盟强调自主权 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之间 现在形成了一种 其实不太不协调的情况 你觉得欧盟这种自我的状况 对美国的发展 或对特朗普的连任 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影响的话不是很大 其实主要原因是 因为欧盟的话还是很弱 欧洲的领导的话 跟过去相比的话 都是比较弱实的 在80年的话有Sachet 有希腊克这样的一个 强势的领导 就是比较强势的领导 现在的领导都是 都是有点像一个老师说 会太成熟的政治人 好像都是搞宣传为主的人 而且他们的经历 也是以宣传为主的 所以并不是说是 不是那么资深 所以我觉得这个 再加上德国心不在里面 我觉得这是对欧洲 是致命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德国不愿意 把心放在欧洲里面的话 欧洲行不成一个整体的 这样一个政治的体系 没有这个整体的政治体系 它是在世界上的话 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您刚从新加坡回来 东南亚国家 如何看中美签署经贸协议 还有特朗普的连任之路呢 是 它对东南亚来说 它对中美的贸易战的话 它有两种考量 一个就是是不是 有些企业要搬到东南亚去 这有一点 但是主要受益的是越南 所以对其他国家来说的话 并没有受益 第二就是整个贸易慢下来之后 对他们是有害的 他们经济也放慢了 所以从总体来说 对中美贸易战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稳定下来 对他们来说也是 他们觉得是一件好事情 松一口气了 对 还松一口气 但是对长远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中美的这种 这种叫做竞争 或者是对抗 这是比较长期的一个现象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是心神不定的 到底以后这条路怎么走的话 还是心里没有底的 审视了特朗普连任之路 跟全球各个大州的关系 或各国的关系之后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连任之路上面 因为未来时隔约全球的金融市场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 它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股市 因为就是联储的话 救了美国的股市 过去这几个月里面 通过QE2 它虽然说不承认那个QE2 但是它4000亿美元 注入了那个国债回购市场 就是去救那个股市 因为这个回购市场的利率上升 就引起了股市下滑 所以他们现在联储还承担 就是如果利息上去 他们会继续来支持 所以这说明就是 联储跟特朗普是有默契的 就是那个新的联储主席 帕尔在上台的时候的话 跟特朗普有默契的 所以这个今年的话 应该他会继续支持这个股市的 那也就是说美国股市 即便上到了3万点 不仅是有可能 而且不会一下子掉下来吗 对 是 我觉得美国股市实话 是非常贵 就是按照周期调整的 这样一个市盈率来说 是31倍 32倍 在历史上来说的话 是超过一倍的这样一个股值 现在的那些互联网 就是高科技股票的话 动不动就是100倍的市盈率 像AMD芯片公司都200倍 这个芯片公司 过去的市盈率 都会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是巨大的泡沫 但是战士的话 联署的话 是不愿意让它 让它掉下来 所以这个金融的话 是短期的话 是一种稳定的状态 但是大选之后的话 就说不定了 因为他对特朗普的承诺的话 要维持到下一个四年的话 我觉得是可能性不少大 这个时间太长了 非常谢谢谢国中先生 到节目当中来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